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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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文署宣布 由2月6日起 香港有多區 共32個寵物 共享公園 這次走運 其實無記者 將會分多集 和大家去多區採訪 現場的情況 還要拍攝 今天去 青衣公園 青衣海濱公園 和長輝路海濱公園 去之前我們先把肚子 我們在青衣 找到這間叫上泰 泰式餐廳 可以帶小狗 因為現在是 下午3點多 所以這裡沒有人 但環境也不錯 很香啊 賣相很吸引 炒得很好吃 想不到 在這些地方 很適合 是一個濕炒牛肉 你不要以為 是一個濕炒牛肉 不是的 不是的 他是一個濕炒牛肉 他是一個濕炒牛肉 哈哈 沒想過 在這些地方 香膠的地方 有間 這麼美味的泰國菜 不過他剛剛 下午下午收路 所以現在 店鋪也關閉了 不過我們繼續吃飯 也好 現在只有我們包場 你要試個雞 湯底挺好的 湯底很濃 先吃一塊雞 是不是想不到這麼好吃 不是肥雞的 不錯 肉質 有點嫩滑 好嗎 在青衣城的外面 就是 青衣海濱公園 但是不是整個公園 都給狗仔去的 要去到 海恩花園段 才給的 所以現在 還要走前些 去到 看到太兴 然後這裡 入這一段 就是青衣海濱公園的 海灣花園段 可以讓狗仔入 青衣海濱公園 就是很大的 但是 只不過 海恩花園 這一段 就很小 一眼看了 就是這麼長 海恩花園段 只有 最尾尾這一個圖 現在我們去海輝路 海濱公園看看 就是 青衣海濱公園 海恩花園段 還有 這個 長輝路 海濱公園 是連著一條線的 又是沿著海 這邊的海 就 沒有荃灣那個 那麼臭 但是 這條路 沒有荃灣那麼闊 又沒有荃灣 那兩個公園那麼大 謝謝 經過長輝路公園之後 就會到達 長輝路公園 不過有眼見這麼大 尺寸 尺寸 不算很大 你覺得青衣海濱公園 怎樣 我覺得又小了少少 又舊了少少 剛才有狗有介紹 出了這個青衣海濱公園 海恩花園段 很長的名字 然後轉右邊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 寵物公園 那我們現在就 去介紹 應該是說 是不是這裡呢 長環街 幼田花園 對呀 這裡就是草寐公園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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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小狗一起玩一下 快點 好 哇 好多小狗 即是下午多小狗些 這個時候多了 前半都是小狗 這個狗公園 真的很大 可以不用拉繩 圍住了 突然下大雨啊 突然下大雨啊 我懷念有一年的夏天 一場大雨把你留在我身邊 我看著你拉被淋死的臉 還有一片樹葉貼在頭髮上面 那時我們被困在路邊 世界不過是一個小小屋簷 你說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 我們就廝守到永遠 今天的廠房在暴風雨下結束了 如果想繼續看多些關於狗公園的 就快點訂閱我的頻道吧 拜拜